酒店里面有宴会 下午还是一样签约去参访 晚上也有侨胞 为他专门设的欢迎宴 好 在新加坡 今天张仪之场热闹得不得了 上百位侨胞大家好热情 脸上带着笑容 唱歌 很多人还准备了贴心的小礼物 每一个礼物 都有每个人的一份巧思 在他搭机前往新加坡前 也特别接受了专访 对于在马来西亚拿下的外销订单 他感到相当满意 等了好久 韩国瑜及市府团队总算现身 结束马国行程 继续往下一站迈进 明明赶时间 韩国瑜遇到粉丝照样停留合影 热情跟粉丝寒暄 看起来丝毫没有疲惫 心情不错 因为一连两天帮高雄赚尽不少钱 全部外销是两亿多 外销马来西亚才一百万台币 去年一整天 今天我们一上来就一亿台币 对 当然是满意 不管怎么样头三脚最难踢 你现在把这个脚踢出去以后 后面的就比较好做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韩国瑜匆忙搭机赶往新加坡 虽然搬机delay 不过在张仪机场 已经有许多粉丝在现场守候 这位韩国瑜市长 这边里面有好多台湾的女儿 新加坡的媳妇 也蛮多新加坡的女婿 高举韩市长加油的字样 还有红布条 欢迎韩国瑜力临新加坡 超过百人的街机团 不仅有热情民众 还有企业老板也到场支持 看来韩国瑜还没到 韩风先吹进新加坡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抵达新加坡之后 韩国瑜的第一餐 要品尝当地新加坡的国民美食 就是松发肉骨茶 这家店有50多年的历史 其实这个肉骨茶 分成两种黑汤跟白汤 韩国瑜要尝的是白汤 由蒜头跟胡椒所熬成的 汤底微微辛辣 入口即化的软嫩排骨 据说有暖身补气的作用 这个忙碌不堪的韩国瑜 应该很需要 帅师傅来到东南亚拼经济 第二站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素有最佳 街头美食城市的称号 来到这里 韩市长绝对要尝尝的是 这道国民美食 肉骨茶堪称新马代表美食 虽称是茶却是一碗汤 汤底还分黑白两派 这回韩市长要尝的 是白派潮州式汤底 充满了胡椒辛香 我们现在在你的位置 是在克拉玛多的松发肉骨茶 连续两年获得米其林推荐的 松发肉骨茶堪称新加坡 三大肉骨茶之一 在第五十年老店 早期是推车 如今拥有多家店面 相较于福建市肉骨茶 药味香醇 松发的潮州式用胡椒和大蒜 熬出伪辣汤底 再加上入口即化的软嫩排骨肉 来一碗通体舒畅 当地人还会沾油条吃 别有一番风味 油条沾那个汤汁超好吃的 就会把那个汁锁在里面 所以你吃到油条的时候 然后那汁锁跑开 肉骨茶发源地 其实在马来西亚 麦古地来自福建化 最初是码头工人冲击的家常菜 但新加坡人认为 适合一年四季饮用 尤其是在湿热的天气 能将体内寒气逼出 如今韩市长出访行程跑透透 也来这么一晚 品尝美味之鱼 也能暖身补气 让疲憊的身子放松一下 记者 夏伟林综合报道 好 今天的零八分 各位观众 我们看到来自新加坡的 一个最新的画面 目前这个韩国鱼 已经抵达了新加坡的机场 同时在这边 有非常非常多的民众 在迎接他韩国鱼 跟大家希望能够一一打招呼 大家看到民众 用这个中文上面写着 市长好 很多人对他献花 其实在这里 他们等韩国鱼 已经等了非常非常久 韩国鱼今天穿着 这个深色的西装 他没有打礼担 那么夫人李嘉芬呢 在旁边 两个人都受到热情的欢迎 这个花束呢 你看到一束 两束 三束 在这里呢 他要跟这个侨胞呢 这个打 声招呼 在这里答谢 他们的这个等待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 新加坡的机场呢 非常热闹 因为不只有鲜花 还有歌声 还有很多礼物 很多这个粉丝呢 带着自己准备的 不管是丝巾啊 卡片啊 一些新加坡小屋啊 等等 希望能够当面 送给他们夫妻俩 上面写着 韩市长加油 而这位呢 拿出了丝巾 就像献哈达一样 要祝福这个李嘉芬 还要祝福这个韩国鱼呢 一切顺心 当然韩国鱼在这里 他的公务行程 满档 在今天晚间呢 他还有其他的这个公务 所以在当地呢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媒体记者 等着在这里进行采访 大家都拿起了 自己的手机 希望能够近距离的 拍到韩国鱼跟李嘉芬 主要是在当地 停留的时间也很短 但是有很多侨胞呢 希望能够当面呢 跟他这个说说话 所以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 这个现场呢 一度是相当拥挤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 背新手机 一对 있는 彾彤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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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拜託拜託 等一下有別的 你接受訪問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那位 剛剛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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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站好嗎 攝影往這邊 攝影全部往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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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這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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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 各位往那邊去 我們在這邊會去做訪 幫我尾端 站著去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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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站定 來 好 好 大家看到 在台灣選舉場合的大鏡場 竟然出現在新加坡的機場 我們的鏡頭拉高 你就發現現場的人 到底有多少 除了當地的媒體之外 很多粉絲也等了很久 大家都拿起手机来拍 在趁乱有粉丝赶快 希望来跟韩市长来一场自拍 而这些动作都让当地的维安人员非常的紧张 大家看到旁边的维安人员 看起来这个表情紧张 希望能够打出一条天道 让韩国瑜快速的通行 而媒体记者则是希望 韩国瑜跟李嘉峰能够停下来接受访问 当然一切必须要尊重 当地警方还有维安人员的处理 但这个场面恐怕在新加坡机场 以秩序著称的张力机场来讲并不多见 因此新国的维安人员目前是如临大敌 现场稍微有一点点混乱 你看到新闻局局长王陈秋 正在跟当地的维安人员进行协调 是不是要在这里先接受短暂的访问 但是这个镜头拉高 你也看到了在后面 还是有满满的粉丝 拿着韩市长加油的标语 如影随形 这个在台湾的大进场的画面 又出现在新加坡张力机场 我们可以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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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禁止协调 OK 进行协调 进行协调 我们可以进行协调 OK 没问题 要接受访问前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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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你需要进行协调 前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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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主要是呢 在当地的这个文言人员 跟媒体沟通之后呢 大概是决定 是不是在前面接受访问 还是怎样 现在呢 开始慢慢的可以往前挪动 但是后面的粉丝呢 仍然是如影随形 而前面呢 不只有台湾的媒体记者 还有许多新加坡 当地的这个媒体记者等着 希望韩市长在落地之后呢 能够先接受第一次的访问 多多多多 等下 请回来 我往前 多多多 往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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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回 交回 在前 在前 再前 过去张宜机场呢 一像是秩序紧燃 所以对于当地的文案人员来讲呢 这确实也是一大考验 目前呢 我们看到文案人员不断的往前移动之外呢 也往前大喊 希望能够把这个动线让出来 能够让这个韩国瑜快速通过 韩国瑜目前停下了脚步 那么在这里他要接受访问吗 那么不知道现场的这个文言人员 还有工作人员正紧密着包围着这个韩国瑜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安全问题 同时我们看到后方有很多旅客 在新加坡张艺机场也都在等着看 这个韩国瑜大家都在很高兴 能够在这里看到他的本尊 好 目前协调好 在这里韩国瑜跟李嘉芬 要先在这个张艺机场接受媒体短暂的访问 太热情了 美女记者也很热情 这一度是相当的混乱 所以王潜秋局长不断的就是要大家冷静一点 大家就轻松一点 马上会开始我们的专访 但是必须要先把这个秩序维持好 这样子希望大家都能够拍得到 麦克风 刚刚有一只无线麦 无线麦在哪里 在哪里 大家我们就尽量简短 我们不要打太久时间好了 非常感谢我们大家热情的接待 也要谢谢我们新加坡 我们这么多台湾同胞定居新加坡 在这里生活就业求学 这么多我们台湾同胞在新加坡 都来到机场 这么的热情 还要感谢我们说新闻界的好朋友 我们这里有我们议会的议员 所有代表团 还有我们农会与会的代表团 这一次来新加坡 心里面非常的高兴 感谢大家这么热情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宝贝的问题 欢迎各位新闻界好朋友 可以提出来谢谢 市长好像下来之后 有侨胞担心你饿 拿什么东西给你 拿了一个包子 等一下晚上我们再吃 现在包子很红 对 现在没想到红到新加坡了 卖什么水果 我们希望这次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我们希望帮我们高雄的农产品 预产品找到固定的通路 我们这两天会把它落实 希望能够签一个三年约到四年的约 所以帮农产品预产品找通路 第二个跟新加坡本地的企业家好朋友 以及我们台湾一些企业家来到新加坡的大家感情交流 第三我们会参观新加坡大学的帮年轻人创业的孵化器 未来高雄会即将成立青年局 高雄市政府会大力的来资助帮忙年轻人的创业 新加坡大学这边办得非常的成功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第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推销我们的高雄 让高雄跟新加坡有来有往 大家情感各方面的互动能够越来越浓密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高雄市所请的观光大使 那这次在新加坡会陪着我们 也是新加坡民主持人崔丽欣小姐 也是我们高雄特别请她当我们的代言人 她会陪着我们一起来跟新加坡来介绍高雄 这几个目的就是有多重的目的非常感谢 大使这次特地来接您 原本是说要副代表而已 现在是变得代表面很感动 从来都是我要 我是要进去接副代表在外面帮忙 谢谢我们新加坡的梁代表刚刚忘了 对不起 谢谢我们梁大使非常感谢 谢谢我们梁代表非常热情 谢谢 市长 你讲请 刚刚走过来蛮像选情的造势晚会 好像感觉山山造势又重 在新加坡机场张艺机场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 不好人太多的话拱个手来质一下 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台湾 现在台湾已经有点改变了 现在高雄啊 现在已经南方崛起了 欢迎大家下次多来高雄旅游参观 看看有没有考察投资的机会 现在来的高雄越早 将来赚的越多 那马来西亚自评可以表现几分 我不可以自己评分数 好不好 我们最主要帮我们高雄农民运民打拼 加坡机给你很高的分数 不打分数 不打分数 我要谢谢我们的议会 谢谢我们的成败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刚才还有两样礼物没跟您说完 对因为希望给您五竹林们 所以送了五样东西 对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这个灵芝呢 是代表孤单的幸福 对这每一片的灵芝呢 它能够要长到这么大 因为它一年只能长一张纸的厚度 所以它要长到这么多 就是差不多要千年 所以希望市长能够把不担人民的快乐 指数最高的快乐的国家 带到高雄 那么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呢 对 市长这个 我们可能打问一下时间 谢谢您 对 好的 这个就是夫人身上带的 这条佛光普照 这是一个卡达 欢迎她 对 就是这五样东西 谢谢 谢谢 我是名利 名利的名利姐不好意思 我们被紧婚了 是 是 谢谢您喔 那我们就准备往前了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朋友喔 谢谢 OK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谢谢她姐姐 谢谢 好朋友们 我们的早餐来 谢谢市长 欢迎市长 市长好 OK 谢谢 市长好 好 七天二十一分 刚刚您所看到的是 韩国瑜在落地新加坡之后呢 在张尼街场 应大家的要求 那么首度接受了这个访问 她的这个说明呢 非常的简短 主要是跟大家报告 这个台湾呢 南方已经崛起了 欢迎大家到高雄来玩 来投资 她也说明了 这次在这个新加坡 她的一个行程 而且呢 这次她要签约 签了还不只是一年的约 她要签三到四年长期的约 她非常就欢迎这个新加坡的民众 到台湾来玩 而在这里很有趣的 很多民众 准备了礼物送她 在新加坡不但有这个 台湾的大竞场 在新加坡呢 竟然也有包子 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侨包呢 相当有心 跟台湾可以说是临时差 掌握新闻 特别准备了包子 送给韩国瑜 韩国瑜拿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露出了惠心的笑容 好 在前一战呢 韩国瑜到马来西亚 这个访问的时候呢 也在当地掀起了韩流 一到机场 接着记者会到晚宴 不只有台湾媒体 当地的马来西亚媒体呢 也是大阵仗的出动 那么今天上午呢 还安排了外媒专访 因此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 但是呢真是临时差 当地的媒体跟台湾媒体 同样关心这个问题 那就是韩国瑜 到底要不要选总统 韩国瑜再度发挥了他的韩式幽默 一句话把大家笑翻了 用中英文夹杂 热情的韩式大招呼 出访第二天 韩国瑜又是起个大早 生午中要行程之一 接受